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一個鋰電池的使用常識 鋰電池你只要顧得好,用一年以上都沒問題 顧不好就是膨脹 膨脹,懷孕 這個電池就受傷了 這種電池比較不建議使用,因為它效率也變差了 而且也會有危險 鋰電池我們知道它裡面是鋰聚合物分子 它只要鋁箔包、膠膜、刺破、接觸化工氣就會自然 很危險,所以鋰電池不能帶上飛機就是這樣子 然後容量,它的放電倍率越高的 你只要不好好保存它,越容易掛電 基本上,測給大家看 基本上我們鋰電池的 最完美的保存電壓就是在3.8至3.9公斤 這個電壓,單片的電壓,不是總電壓,是單片 這邊是2S7.4V的,所以它單片是 而定電壓是3.7V,充飽是4.2V 但它的最佳保存就是在3.8這邊 大約40%左右 40%的電量,是最好的保存狀態 就算丟一年沒關係 玩鋰電池,你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 這個低電壓指導器 它才不會造成你過放 過放的動作 基本上我們是都設在3.5、3.6那邊 因為你瞬間油門扣下去的話 瞬間電壓會下降 但是它不會持續降 所以你有時候可能電壓還在3.5 你如果設3.6的話 你電壓還在3.5 7、3.8那邊 你油門按下去它就會叫機聲 你放開,它電壓回流以後 又不會降 所以我們都設在3.6那邊 然後,鋰電池的充電很簡單 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是使用智慧型充電器 我們以它容量去抓 5200毫安培 你就直接抓5.2A 那個就是安全的範圍 那你如果要快充的話 你要先考慮 那顆電池有沒有支援快充 那2倍乘以2 5.2乘以2等於10.4A 10.4A 如果它有支援的話 10.4A衝更快 那你最安全的值就是 5200毫安培 你就是抓 5.2A 那像韋力的電池 韋力的電池它是 1100毫安培的 所以你最安全的範圍 1.1A去充 用智慧型充電器1.1A去充 就OK的 韋力的原廠充電器 它是800毫安的 它每小時進去是800毫安的 所以韋力的1100毫安培 再充的話 大概 時間就是一個小時多一點 左右 那裡電池 記住 千萬不要過放 它充飽單片是4.2V 然後最低是3.0mm 到3.0mm 那顆電池沒有馬上救的話 放一下就過了 基本上 就是不要充飽電 或是煤電 整個煤電丟到那邊 超過一個禮拜 我們如果是使用智慧型的充電器的話 它有一個STO的模式 一般呢 老闆如果沒有教大家都很 不了解 它的有一個模式 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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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式 充電器大部分上面會顯示是STO 就是儲存模式 保存模式 你只要執行這個模式 每一台充電器它的保存模式電壓 都不太相同 有的會在3.9那邊 有的在3.85那邊 但是都是安全範圍 所以你只要執行那一個模式以後 智慧型充電器它會自己執行充放電的動作 它會把每片的電壓都 補到3.85 或放電到3.85這邊 你有電它就放電 也沒電它租回來 所以一般的很少 很忽略的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很好用 你只要充飽 你可能好幾天沒辦法玩 或者你先玩玩回來 你只要執行這個模式 它就幫你搞定 那取決是要智慧型充電器 最入門的B6它就有隔空功能 然後更高階的會更準確 你只要理電顧得好 用起來就沒煩惱 好再來講解放電倍率 我們可以看到電子這邊有標30C 30C 30C就是它 我們以5000來算 不要用5000 5000來算的話 它的1C 就是5A 1C就是5A 所以 5A 乘以30C 就是 150 150A 150A 就是它的持續 放電 它持續放電可以到150A 那如果它是標30C到40C 後面另外一個標的C數 30到40 40就是它的瞬間放電 瞬間的最高放電 瞬間它如果標40C 5 乘以40 就是200A 它瞬間可以到200A 但是通常後面的 瞬間的都會比較高 應該都是30 到40 30到50 它瞬間 電壓可以衝很高 但是我們主要是看持續的 持續30C 就是150A 那當然 你 西數越高 也要你電邊有支援 你電邊沒支援 你水負沒那麼大 你進那麼多水也沒有用 再跟大家講一下 LIPO 智慧行通電器 我們看到它顯示LIPO 就是鋁鋸電池 鋁合物電池 簡稱鋁電 LIO 那個則是鋁離子電池 這個我們比較少見 LIFE 就是鋁鐵電池 三種而定電壓 都有一點差異 所以充電的時候 就是 LIPO 我們一般在用的 車用的都是 鋁鋁電池 LIPO 然後還有一般 比較常見的是 NIMH 這個是你的氫電池 就是一般 比較玩具車在用的 玩具車在用 還有NICD 這個都是 一般比較常見的 這個就是一般 類似三號電池 那種 串連起來的 這種就 你用到沒電話 丟著 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用的 鋁鋁電池 就一定要注意 我們最常用的這個 LIPO 這個記起來 不會搞錯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種 微粒的灑光型充電器 2S 它是直接插分壓頭充的 那我們智慧型充電器的話 是 分壓頭 分電源頭 用它插的 那就是簡單 因為它電流小 所以它插分壓頭 就可以充了 那這個電池 如果你過放的話 微粒的 你過放的話 它充電的燈 紅色的 會一直閃 它不讓你充 那個就代表你過放 電池放到很乾的 它偵測不到 所以它不給你充 它怕危險 那電池 微粒的電池 用到很乾的話 如果你即時發現的話 有方式可以救 我們用智慧型充電器 用充 涅輕的模式 或涅格的模式 硬去補它 但是你注意 這個要有基本常識 你去補它的時候 你要看 它電壓如果回到 單片3.2以上的話 你有強灌進去 它單片電壓回到 3.2以上的話 你再拿 微粒的來充就可以了 如果不會用 可以拿來 我們幫你救 但是先決條件 你不能擺太久 大概三天以內 裡面應該都還救了回來 最後 鋰電池 如果真的掛掉 不要亂丟 拿出回收 Seven也可以回收 千萬不要亂丟 這個也會造成 環境污染 而且很危險 最後 如果大家對鋰電 我們今天是講解 基本簡單 我們後面還會 講解一些比較緊接的 所以大家都 鑿定我們的FB分析團 現在 有問題 可以跟我們聯絡 如果使用商有問題 在這地方 另外兩位 我們會做 一陣子 我們會做 第二陣子 在這地方 我會做 一陣子 我們會做 一陣子